更換 HP LaserJet M109、 M112 標準和 E-G 型 以及 HP LaserJet MFP M139、 M142 標準和 E-G 型印表機的碳粉夾。 如果您的碳粉夾已空或碳粉量不足, 您需要更換新的原廠 HP 碳粉夾。 依照下列步驟,更換碳粉不足或空的碳粉夾。 開啟碳粉夾存取擋門,然後沿軌道向上 滑動舊碳粉夾,輕輕取出。 從包裝中取出新的碳粉夾。 然後取下碳粉夾上的橘色蓋子。 握住碳粉夾兩側,然後左右搖晃碳粉夾 五六次,使碳粉均勻分布。 注意,請勿觸碰感光骨表面, 指紋可能會造成列印品質問題。 彎曲橘色固定片直到其卡入定位為止, 然後拉出碳粉夾上的保護膜。 將碳粉夾與印表機內部的軌道對齊, 務必將其推入直到其牢固就位為止, 然後關閉碳粉夾存取擋門。 前往 hp.com 斜線Recycle, 以瞭解如何回收空碳粉夾 以及所有包裝材料。 按一下 YouTube 上的播放清單索引標籤, 可找到其他語言的 HP 視訊。 然後搜尋我們的頻道, 以找到官方 HP 支援視訊。 可視聴請下集會議。 請下集會議。 請下集會議。 跟市民進捐 下集會議。 sake,請下集會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